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一末天冷笑睡着 看到了云多上的 今夜再忙的变老 难过这过太红角 万一快哄我睡觉 花又吃掉无成宝 醒来看到水晶蝎 坐满了蝴蝶 怎么赴约 Oh baby 闭上眼睛 梦里到绝 一千里也细时构绝 Because I love you I don't wait for you my heart is so good 一起满流 Oh you You don't wait for you Oh 还不快点前后 Oh you 人中有怪兽 还藏着温柔宇宙 我们一起买了 一起往前往前走 You don't wait for you Oh you 看见又追不朽 Oh who Oh who Love Because I love you I don't wait for you my heart is so good Oh you 等你左右 Oh who You don't wait for you Oh who 你手紧着我手 Oh who Oh who 你心中有怪兽 唱着温柔宇宙 我们一起买了 一起往前往前走 You don't wait for you Oh who You don't wait for you Oh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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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公司同事都知道 我是名花有主的人了 不能那么随意的 万一万一让莫南知道了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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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 莫南他都已经回老家了 他怎么能知道呢 再说了他那么明事理的人 而且那么喜欢众人为乐 你说他要是知道了 这事关四个人的幸福 他肯定会帮忙呢 宝宁 越迁就你 就越知道得寸进尺 但我们依然是好姐妹嘛 这才是闺蜜啊 打算怎么谢我啊 那就请你吃好几顿小龙虾 走 好走 陈秘书好 陈秘书好 这是什么情况 哎哎哎哎哎 这还得捡啊 超级大八卦 我刚才在公司楼下 看到陈秘书和陆宝妮了 这算什么新闻啊 就是 他们两个 手拉手呢 这宝妮不是宣称爱上墨男了吗 对啊 而且陈秘书看着也不像会谈恋爱的人啊 可是 那我确实是看清楚了 我还偷拍了呢 走 那我看看 看看看看 还真的哎 是吧 这个陈秘书啊 估计是寂寞难耐 宝妮嘛 换男朋友比换衣服都快 他俩在一起 很正常啊 不想的不想呀 看什么呢 你们赶紧色彩 没什么 给我也看看 没什么 给我也看看 别看了 哎哎哎 走 那个 周总监 我们就是 关心一下陈秘书的情感生活 对对对 这两人在一起啊 根本就不般配 看着都拉眼睛 对对对对 你们几个 天天在办公室里八卦 还能工作吗 扣出本月奖金 哦 别啊周 哎呀 闻见没有啊 好大的醋味啊 周总监 吃陈秘书的醋 哼 你惹祸了 对吧 收拾高姐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您知道这个地址吗 你要找周伯呀 周伯就在上面下棋呢 谢谢啊 你从这边上去就是了 谢谢 不用谢 小心点 你不许出局呀你 你别打脱去吧 飞虾 我也吃 打扰一下 请问哪位是周伯呀 是我 什么事 你好 我想跟你打听一下 当年云和花艺的事 我是殷长河的儿子 看上去跟你爹还真有点像 可惜二十年了 我都不太记得我爸的长相了 这二十年 你和你妈 过得很不容易吧 再不容易 也算是昊昊过来了 但这二十年 我跟我妈一直有一个疑问 周伯 我爸当年的事 真的是意外吗 这个 我们当年那个公司啊 云和花艺 当时在华东地区啊 那 那是有名的企业啊 干的是红红火火 你想 当时我们那些老职工啊 都指望这家公司 能够发展壮大 可是没撑想啊 好劲不长啊 没多久 就是公司的两个创始人 就是那个陆云青 和你爸 殷长河 他们两个好像是 因为经营理念上 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当着大火的面是大吵大闹啊 而且还动过手呢 我们都心想啊 照这么下去 那 公司还怎么开下去啊 是不是 好了 没过多久 真是一语成谶啊 先是出现了 以刺冲好这么一个丑闻 后来 一把火 云和花艺就给烧了 连你爸也 这事 只是 后来 这个火灾被定性为意外 但是我们所有老职工心里 都跟明镜似的 打了一个温号啊 这件事 肯定跟他陆云青 有脱不了的干系 这么大公司 说烧就烧了 而且烧完以后 它就没了 到现在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只是 这个事情如果 如果不能真相大白的话 那你爸在九泉之下 也不得安宁啊 去 周欣妍每天都会经过这家咖啡店 然后在这家咖啡店排队 买面包当早餐 只要一会儿他一出现 我就在上面给你们信号 你们就立马开始行动 收到 你能不能跟周欣妍在一起 我能不能跟渤海在一起 就看你们俩今天的表现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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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正总见 拜拜 喂 琪琪啊 周星妍已经出门了 好 知道了 两分钟倒计时 两分钟 过去了 宝妮 你这可是助人为乐呀 那我就卸下我女神的包袱了 好 来吧 谁帮谁 奇怪 你俩才表现得激烈一点 她根本没看到 你俩才表现得激烈一点 再激烈点 再激烈点 我去去了 我去 真奇 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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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止行动 终止行动 好像已经来不及了 姿势不错 正好这两天公司要举办最佳CP评选 就你们俩这张照片 肯定能稳达冠军 看来我要把照片 发给渤海看看 让他好好看看你们 和零零气的闹剧 谢啊 我们之间是有误解的 什么误解 我看你是对我有误解吧 你认为我会蠢到 相信你这种孩子气的把戏吗 那我下次换个聪明点的好不好 陈梦你能不能有点自尊心啊 自尊 为了你 这点自尊算什么呀 为了爱 我连脸都不要了 好 夕野 我有地料感 你对我 也不是一丁点感觉都没有的 对吗 你少自作多情了 那你害羞什么呀 我什么时候害羞了 你都不敢看我 我 陈梦我告诉你 不管你有什么手段 在我周心妍这儿 你是一辈子没有机会 徐妍 你也太绝情了吧 是啊 我没有必须娘的 在我家自尊心的 是哪里 我不是不够了 我不是不够了 你不够了 嗯 陈秘书这都下班了 你怎么来了 你是哪里不舒服吗 陈秘书 我帮你倒水去 心脏病 我帮你转救护车 是是是什么心脏病啊 你才心脏病呢 是情伤 情伤你懂吗 情 情伤啊 你说这身体生病了吧 医生还可以治 我这情伤我 也不是没法治了 不是有一句话说得好 叫情伤 酒疗嘛 没什么大不了的 碰一下 干杯 琪琪啊 你说我对周欣燕一片真心 我老脸都不要了我追求他 他怎么连点同情分都不给我呢 同情归同情 但是 感情 从来都不是慈善 无情还是要无情是不是 是无情嘛 那是他自己骗自己 其实我那个追求者吧 追求者 也不错 可是我还是不能接受他 一个周欣燕 一个博海 这都自己跟自己较劲呢 我就不知道他们俩在纠结什么东西 你说开心也是一天 不开心也是一天 你非要不开心干吗呢 开开心心的过一天不好吗 这俩人整天整得给你大傻瓜 周欣燕就是个大傻瓜 我就是喜欢钻牛角尖 你说 以我沉默的姿色 以我这颜值 我这才华 我去姑娘吧 追我的女孩那是一把一把的 我上学那会儿啊 那是学校里远近闻名的大帅哥 一到放学那会儿 隔壁学校的女孩成群结队的 来看我 那他们也就是看看 要说跟我在一起 他们连想都不敢想 逢年过节啊 那小青叔小礼物送的 我连看都不看 还有一个叫珍珍的女孩 足足追了我八年 昨天晚上还给我打嗓子电话呢 咱们公司那帮狂风浪蝶的 我就不提了 偷偷地都在那儿跟我按送球播 几枚弄眼的 嗨 嗨 美女 你 瞧瞧没有 这就是哥的实力 现在这女孩都太直接了 不喜欢 上次你还记得吗 我出差 有两个老姐姐 给我搞够呛 轮着法的跟我聊方案 聊方案 后来我才发现 那她们是对方案感兴趣吗 她们是对我感兴趣 是是是 这男人喝多了 就能想起很多女人 琪琪啊 我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我今天就把话给你撩这儿 我要是 付出我的全部实力 去追求周心炎的好了 我分分钟让她跪地求招 哎 但这女人一旦喝醉了 只能想起一个男人 就是伤她最深的那个男人 我 我好 陈墨 我想叫点吃的 服务员 嗯 干杯 好巧啊 你怎么也在这儿 缘分啊 咱们的都是失忆的人 我们得再喝一杯 好不好 来 敬我们不靠谱的爱 不靠谱的爱情 不靠谱的不靠谱的 不靠谱的不靠谱的 哎呦 毒力疯了 继续啊 我的天啊 什么战斗力 先生 我们这边打羊了 打什么羊啊 今天我不好唱啊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我觉得你们俩就该在一起 真的 你们俩就得在一起 女士 女士 不能真该在一起你们俩 真的 就在一起就行了 女士 女士 醒来了 喂 先生您好 我们这边有几位客人 他们喝多了 我看这位女士和您 有那个通话记录 麻烦您过来接一下他们吧 什么 醒 好 老爸 你也认识我是谁啊 哎呦 醒眼的包 父亲 走了 走了 醒眼 客人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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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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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完了 走吧 走吧 我送他 你把他送回去啊 哦 伯伯 伯伯 我想吐了 你没事吧 师傅 停车 停车 不用找了 不用找了 谢谢啊 晓妍 下车 不行 下车啊 不行 到家了你不下车 下车 不行 别拽 下车 不行 下车 你下车 不行 你不能把我送回家 为什么 我爸妈会打断我的腿 都不回家 站住 叔叔 叔叔 你让我告诉你 别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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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叔叔 别这样 你上去吧 你慢点 没事吧 你说你不能喝还喝那么多 我没醉 我这有纸 你来擦擦 我知道你对我有意思 我也不是没人追的 只不过我只能看得到博寒 看不到其他人 那些什么爱你一生一世 一辈子喜欢你的那些人 全都是骗人的鬼把戏 那些成天什么嚷嚷着追求我的人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时间一长 全都跑到找阿国去了 我不是还没跑吗 也就你傻 一切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 我当时去公司应聘 你就在咱们公司 那个屋檐下面招呼我 你说咱们公司特别的小 除了你 老板 就只剩下一个 还不知道会不会来的我了 我当时觉得这个女孩真的 好可爱呀 你当时一直在对我笑 看我的那种眼神 把我的心都融化了 其实我留在咱们公司 不是为别的 也不是为了渤海 就是因为你 不过到了后来吧 我发现你也看不上我 你好像满脑子都是渤海 我就只能把我对你的感情 深深地藏在心底了 冷不冷 穿上 其实到了后来 看到你现在的状态 我也在反思我自己 我当初的选择 到底是不是对的呀 你喜欢我干吗不早说呀 你要早说 或许我就不会越陷越深了呀 傻瓜 好 姐 真的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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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么说 害死伯父的 就是当年他的合作伙伴陆云青 可这个陆云青 在二十年前那场火灾中 已经人间蒸发了 报仇的方式不止一种 什么意思 陆云青虽然在 在二十年前人间蒸发了 但他还有一个儿子 渤海 当年云和花一出事以后 公司账目上就有了一大笔亏空 公司也就破产了 那笔不翼而飞的钱 应该就是渤海创立华家的资金 渤海这些年来 除了不敢认陆云青这个妈 还联络了不少记者 千方百计地把陆云青洗牌 渤海 真是有其母必有其责啊 渤海 从今天开始 我不会再逃避 我会亲手 躲回属于我的一切 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说自己有什么心理阴影 还不是被我这个兽医给治好了 我头疼 我们的关系你应该也不会介意吧 我们的关系你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正式的表示啊 昨晚太随意了 表示什么 那个 两个人在一起了 男生不是应该主动一点吗 说点甜言蜜语啊 你就算没谈过恋爱 你也应该看过电视剧里演的那些花钱月下的吧 你说咱们两个确立关系了 那昨晚就 你该不会是不想承认吧 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啊 昨天晚上明明就 你非要我提醒你 那我 昨天晚上跟你缺理关系的 应该是我的枕头吧 那我瞬间 你不应该说 那我只能够要不着想说 那我怎么读不出了 那我做到是的 那我做的 那我做了 那我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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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的 我做的 我先回去了 等会儿 记得把枕头给我干洗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有看到你 没伤到你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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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就好 嗨 嫂子 好久好 走 好久好 好久好 什么情况 这是谁啊 看身形好像是周总监 来 亲爱的 我们又没做什么亏心事 怎么跟做贼似的呀 这件事我还得适应适应 先保密 你不会是反悔了吗 妈 我昨天可是豁出去了 你可不能说不要 就不要人家了呢 昨天晚上 我才第一次认识到真正的你 什么意思 妈 你现在我就说几个事 我对你说话 我自己听来 听听说 我第一次听来 这才是一见钟情 你放心吧 以后你就是我的了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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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们 只是路过 路过 我们也是路过 请请请 我跟着路过 路过 路过 娱乐 瑻琪 走 你吃 bart 瞒不住了 来来来 同志们 注意了啊 这周的下午茶 我跟周总监全包了 都不要跟我客气啊 不要客气 陈秘书 我早看出来 你跟周总监 用夫妻下人了 狼狼的 天兽一对 陈秘书 你可别想用蛋糕 堵我们的嘴 我们要吃大餐 对 是大餐 只有果汁 爱喝不喝 你们以为我们的钱 是大方吹来的 我的天哪 你还没过门呢 就替陈秘书省钱了 去去去 陈秘书 我觉得呀你这个 经济独立权 可能要泡汤了 泡汤怎么了 泡汤就泡汤 我早就不想自己赚钱 自己花 忙忙 周总监 你打算什么时候 全面收购这个钱力股啊 资产调查 信用调查 品牌美育度调查 都还没调查 怎么全面收购 那你来嘛 你快调查我嘛 你需要什么资料我给你 实在不行啊 刑讯逼供也可以 陈秘书 你这哪是被收购啊 你这明显是卖身啊 你说什么呢 讨不讨讨 讨不讨厌啊 行 陈秘书脸红了啊 他害羞了 你小子 平时工作的时候 怎么没见你这么高效率 我这叫不明则已 一鸣情人 我告诉你啊 对心眼好一点 不然我可饶不了你 在你眼里 我就是这种渣男形象吗 人家可是妥妥的 一个暖男好吗 倒是你 具备了所有渣男的气质 你给我网话说清楚了 你看啊 我呢 已经跟心眼修成正果了 对吧 那你 是不是应该信守诺言 跟007 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 不提了不提了 不提了不提了 这手套 薄函 昨天晚上 我跟陈墨酒后土真言 才看清了彼此的内心 所以我们俩就 打住 我对你们的八卦没兴趣 谁要跟你说八卦啊 我只是想跟你分享一下 我们的心得体会 来 这个送给你 祝你们俩浓情蜜意 花好月圆 谢谢 不过呢 经验的分享就算了 你们俩多多专业 这么多年才在一起 也谈不上 有什么成功的经验 就别祸害别人了 失败的经验也是经验啊 我跟陈墨耽误了 这么多年才在一起 所以我们俩看到 你跟我们犯 同样的错误 我们才替你着急的 渤海 有的时候 人就是太纠结于 自己的内心 才会这么难受的 你看我 我已经放下了 心中的重负 所以才找到真爱 我也希望你可以放下 你自己心中的包袱 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 谢谢你的忠告 但是呢 人跟人不一样 你们的经验啊 未必适合我 厉害了 报错人了 我我我我 我可是名话有主了 我跟你讲 你跟渤海不是有个赌约吗 接下来 去看你的了 行 你等会儿 你这该不会是个乌龙吧 你还在怀疑我的实力啊 我这不是出于认真 又严谨的态度吗 你去公司打听一下 从上到下 谁不知道我跟周兴阳好了呀 什么能想 我遭照 我今天在公司内网 已经看过这个消息了 你看你看 好了 加油吧 不好意思啊 真的是恭喜周兴阳和陈墨呀 真没想到大名鼎鼎的渤海花医师 竟然会输给我这样一个新人 我会替你保密的 只是你运气好而已 你运气好也是我赢啊 你不服啊 我一个学动物医学的人 竟然能治好周兴阎的矫情病 让陈墨报得美云归 你要不要也让我当你的主事医师 零零七 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男人 你找一个简单容易好相处的 有那么难吗 为什么非要缠着我呢 是不是蠢啊 我就是蠢啊 爱情本来就是一件很蠢的事情 喜欢一个人的感觉 有的时候会比聪明的感觉要好很多 在说了在喜欢你的同时 我在这条路上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你呢 为什么不愿示意 想让自己成为一个 平易纪元的人呢 薄海 只要我们肯给彼此一个机会 只要我们都肯努力 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的 如果要我们肯定能瞎哭 我可做了算 就是我 但是我们在喜欢的 一个人走了多少年 走啊走啊 才被令人遇见 走啊走啊 过去从前 过眼长云烟 一场梦 穿过多少黑暗河 几句 才看到你 绽放耀眼美丽 闭上眼听见了话语 说无能为力 说只能爱你 爱你 闭上眼听见了话语 说了千万句 我想你想你 在白天黑夜里 每一朵花都在寻觅 听见花开的人 听见自己 梦里 每个我都会遇见你 会看见你 耀眼那美丽 闭上眼听见了话语 说无能为力 说只能爱你 爱你 闭上眼听见了话语 说了千万句 我想你想你想你 在白天黑夜里 想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